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哲學新學第一次有人這樣子從上面走下來 就很多人鼓掌 大家在熱烈鼓掌 歡迎一下 今天比較特別的地方是說 我們請到一個羅普全 羅大使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他的人生的經歷 那我們現在熱烈掌聲 謝謝 羅生台大1958年畢業 那個時候要是這種聚會 你們都說涼涼涼涼 你叫我講什麼 老實講能夠回台灣 你回到台灣真好 這幾塊錢的感覺 我們在1958畢業以後 那個時候台灣很多人都去考留學考書 為什麼? 那個時候台灣的經濟也很差 你要曉得那個時候的 per capital income 只有160塊米千 我的朋友在美國當助教 一過月就是230塊 我還有呢 這個當然要進這個學問中午 大家都要考試想 但是另外一個原因呢 就是那個時候非常地苦悶 苦悶 所以我就是 那個時候有一個雜誌 叫做 《助於中國》 我每一周出來 我就去看那個 看來那個時候 雷正 林海光 那個時候在台大 他們是跟他們追求自由民主 不說要做態度 就不說這是共產黨 所以你們現在可能 沒辦法想像 那個時代 為什麼那麼苦悶 所以 我書裡面寫 我本來是不想出寫 我的爸爸 我還要摸一摸 背心 所以我媽媽給他養大 所以我想說 台大畢業 叫我去銀行四季 叫我 海關手籠包 所以我想說 那個時候 我野心很大 希望 處理有十多錢 所以我跟我朋友 買了一塊土地 七千多平常都要去一間 要學新生 還有什麼 大棟 那個 學校 做一個 那種小學工作 但是結果 那個 才有 準下來 教育廳會準下來 到 管政府的這個 到 要吃 我講 我當高校還要拿著 包起來 是不是 非常 違反 所以我說 啊 就是要出錢 我去那時候 那時候 日本 從六零年代 學生運動很大 幾萬人去保衛國會 好 我比較有這麼注意的國家 我去找到人 找到人 找到人 創立者 他的銅像 在頭上 掛牌 所以說 那時候 我在想 台灣差不多 追求一個 民主國家 九國 但去那裡 再講 這個不是那麼容易 那時候 我以前是 主義中博士 蔣介石 要 擋 第三代的總統 我說 那時候就告兩任了 你要 那時候 你現在是 討論 簡單的 你們這些 五大大條 如果 選 你們都做 違反 第一次 政治 投靠 騎著 說 這 大條 你知道嗎 這 那種 那種 要做一個民主國家 那時候 那時候 我 這個 東方 他大概 日子 他爸爸去美國 靠山 又回 一頓 我就說 我沒有 回家 後 他爸爸 嚇命 我們在 東京 你比較快結婚 所以 從人家結婚 那時候去美國 什麼 什麼 回來 如果 說到 1963年 八月 到 阿菲律 他 他 十二月才到 但是 1964年 二二八 那時候 我去 那時候 Penshbania 這是美國的 東京 想詐的所在 所以說 我去後 我們就走 走走走走 他 那時候 他說 二二八 回來 發生了 油園 他說 他從我 來到 兩三個月而已 不然想出 不然 那裡 那裡 這 就是說 你如果 那個油園 不會是在出雙的 大家怎麼拚 驚討 來到頭前 到那裡 去我去 但是 這條路 四月 就是 就是 所以 一拜後 我照 有時候會補手 我早上 我去那邊 我去那邊 那美國那時候是非常重要的 你一趟 拿到一個 MASTER 你就差不多可以 去那裡 所以完全沒有那個 不過 我當說 就是 雖然是這樣 在美國 你沒有一般 火車沒有那個人 你在那個 社會 你有那個 生存努力 就 不改那個 但是 在台灣這邊 我還是 我看他這樣 就 我老的 在三年把他 撞掉 我把他 批准十年 的幽默 我在那裡 無所謂 時間都 處理的人 受到很多 會干擾 不過 那是 那是 那個時代 會 很難的 一個 選擇 那 他 剛才說 叫我 這兩位 我是 差不多 工作完 有一次 我在 一個 地獄 有發表的論 聯絡過 人家 我們 我們需要 你做什麼 再 告訴我 我沒有 沒有國籍 沒有護照 普通 你要做一個聯合國資源 你 要 你的這個 國家 給你推薦 所以 其實 我那個時候 要申請聯合國資 已經可以了 但是 我沒有去申請 但是 這下子 我那個 所以 我 去申請聯合國資 結果 在一個月裡面 我本來沒有護照 拿到 兩本護照 一個就是 美國護照 一個就是 聯合國護照 因為 他剛才叫我 說得比較多 聯合國護照 的 都沒有護照 因爲什麼 你告訴我一個 以色列人 派到阿拉伯的國家的工作 他這個 實在好像是 不到 所以 聯合國護照 我到來 跟 差不多三百個 都沒有 那個 國情 所以 就不會 注意通常 所以 因爲這樣 我 這個 北京 我是 1982 聯合國 就是要 服務這些國家 印度 和中國 是 很大的 所以我 整個 都會 派到 這種地方 所以我 從 1980 到 這個 我退休 以前 差不多 2010年 我 經常 他馬上 我是 什麼 但是 我做一個 聯合國護照 我 就 裝飲自己的 主 我說 如果 我 是 社會 客人 你就要 理想 這個 社會客人 當然 我經常 對中國 我不敢 道路 你去修 我 我去 中國 我 我們可以 經代化 這是 對 所以 說 台北的人 那是說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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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問題 不是 如果 如果 一個 在亞洲 那裡 現代化 最多 亞編戰爭 以後 日本 日本 美國 為什麼 所以 1930年代 轉變成 梢莊派 台西 首相 變成 中國 自立 但是 1945年 白了 的時候 他變成 亞洲 第一個 民主國家 因為 那時候我 沒有工作 所以 韓國 80年代 他們的 學生運動商 比台灣更激烈 我記得 在那個 廣州宿舊的時 廣州 廣州 團隊押出來 說 三個事情 在廣州 他知道 他這樣做 分析 他把威嚇跳下去 跳到沒有 所以 那個 世代 我在台灣 統領 這個統領 所以台灣 經濟發展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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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國家 韓國 菲律賓 我都 我的朋友 馬來西亞 他是 大學的 副學院 他支持 學生 我看 差不多 十公里的地方 軍隊 要幫他 幫他 平安 他騎檔後 人的演講 我問他 所以 在亞洲 我那個時候 不是什麼 台灣 這麼多國家 都被一個 獨裁國家 要對付這個民主 如果這樣 中國 是 很高 所以 我那時候 找來 我 第一次去 我的省份 私人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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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中國的經濟 什麼 我要去選 他不是 你有兩票 我兩分錢 兩票才可以選 整個 都穿 灰色的衣服 那時候 我那個 1986年 我這個人 在學校 因為 那個 造主人 民主開放 我們鄧小平 是在工作 所以 我 就這麼 這十幾個國家 去那個 人民大會堂 開一個 早上來 那時候 那時候 就是孫中山 一百二十多年 以前是 胡耀邦 在指示 在主持 孫中山 一百二十多年 後面這邊是 這個 這個 什麼 是嗎 主隆子 主隆子 在開 當然 造主人 民兵都造 所以 那時候 我聽 這個 造主人 說話 我說 真有聲音 說 今天 中國的門戶開放 希望 說 這是他說的 三十八五十八 我們可以 為外國 學到 什麼樣子 經濟開發 所以 你們大家來 我希望 你們來 跟我們中國 說 我們要怎麼經濟 我說 我聽說 真有聲音 真有聲音 但是 當然 你也知道 那是八六年 現在八七年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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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龍姬 走到雄海 做一筆 在雄海 福加仔 他去當中的 江澤民 再來 這個 天安門主將 這個 造主人 我說 教師以前造主人 沒有路來的時候 那個 中國的現場 沒有路來 所以 我對這個 中國 也抱著 都 想要好 他去秀 不是這樣 是這個 清代化的過程中 我來掙扎 我在那裡 說 那個 天安門 一周年 六月 1990年 六月四號 他還派我去 北京教學 我 他的車來 給我載 那個 載到北京教學 這麼 好 人民節 我現在 他說 圍住了 我的車 在旁邊 我這人 去那裡 跟學生 跟那個 我跟學生 說 你們今天做什麼 他說 在宿舍裡面 丟小平 就回到小平 我再說 你們中國一方 你們就是要 我說 1919年 武術運動 以前 那就是 一齁 一齁 北大 一身起來 就說 你們這什麼 但是 工作回來 什麼 就是 我說 那時候 到1993年 我去那裡 標誌 中國的大學 畢業生 跟在校生 全人口 百分之二 不到百分之三 那時候 你沒有這個公民作為的 這個基礎 所以我們也聽到 所以我們在台灣 這個 現代化 就是 台灣的小孩 一個一個 公民作為 那 韓國 這次世界 都一樣 所以 為什麼 你這個 文國文化 開始 你這個社會 就是公民 我 要告訴大家 公民社會 不是叫你靠邊站 不是 給你打理 就是說 社會 監督政府 的力量 在野黨 也要監督 那 台湾國教 我就說 對台湾 跟我 照顏 那些公民 在那個 台北 那個 這個 那個 線紅的 這個 那時候 其實沒有辦法 那些就是 一種 台湾的 公民社會 在形成 所以你要做 整理解的人 一定要去參加 民進黨 還是怎麼樣 但是 其實公民社會 不是叫你去靠邊站 是你的監督 美國的政府 就是 美國的這個社會 民上的這個民主 就是他的公民社會 非常成熟 所以 那個 怎麼說 共和黨 如果做得到 我就 叫他 但是他 那時候也做不到 那 尼克森 中選了 高票到上 但是他如果做不到 就是 這就是一個民主社會 最基本 所以我常常說 我們今天 這個台灣的監督 不是 不是說 我那樣 不是說 我整個不是這樣 就是 整個社會 都做了一個監督 那個兩大政黨 也好 這樣才會 你自然這個社會 會不會 所以我才知道 在這裡說 中國要來 他聽到官 他說台灣 我學到 我學到 世界有一個國家 民主化之後 我 改變 的 停止 會 收工更慢 這個民主國家 有 很長的 社會 任務 所謂學習的 這個改變 在那 那 這個 就是 公民 可以表達 清楚 因為這個 說到這裡 我 說一句 現在在說 這個 他也知道 2008年 3月20號 他準備 競爭總統一陣 他 所有的部署 都兵 拔押的公國 那公國的利用 在說什麼 台灣的將來 要2,300萬 都要 決定 所以是 所以我們 主張台服 也是 你這個 可能 這個 如果 2,300萬 大多數人 會選擇 台灣 獨立 這 我又簡單 說一下 去年 這三月 三月 十八 我有請 美国聯會 AIT 就是 這 AIT的 大使 也有說 史書文 有兩位 他在演講 我聽說 這就是 美国 怎麼看大陸 這個社會 我剛剛 寄三點 他講的 要不要 他說 媽圓球 你為什麼 這個國豐匯 我的GDP 3% 你怎麼 對抗抗是什麼意思 但是 美国 對媽圓球 無欠證 到國豐匯 第二 我這個 我驚訝 他要寄 那幾個月 就是說 很多台灣的軍人 照顧 照顧 就是 我來提醒報警 他在演講 他三個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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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照顧 照顧 我想 這就是CIA的 人家的政府 但是 美国 在關心 我如果好的武器 給你 你拿過 給我 要怎樣 他 他 這個演講 他不想讓我們 亂講 他跟人家講 第三個照顧 這還要回來 他說 他說台灣的名調 你如果問說你台灣 要怎樣 找到 8-10% 他說 維持現狀 這樣 維持現狀 如果 18%的人要 那 美國 知道 要 我還要中國 沒辦法 所以 那位 這個 修圖文 公家 講這個事情 我就想 美國 對 台灣的觀察 非常正確 而且 台灣人 非常聰明 在這個時候 就是要 維持 兩岸的貨幣 不行 那靠不行 那有一天 你叫他選擇的話 我已經 胸有成就 所以 你知道 從這一點 來了解 現在台灣的 公民 作為 所以我絕對 絕對 抱著落關 抱著落關 今天實在是 不是說 正義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現在先讓你 休息一下 我們先讓 既然要轉到 什麼 台灣獨立的問題 我們先 讓 李明勇 世人 李明勇 來 大家熱烈掌聲一下 我怎麼請到他呢 我是拜託他夫人 蘇利明 所以 謝謝 熱烈的掌聲 謝謝蘇利明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兩個禮拜前 他在跟我講 阿凱說 兩個禮拜後的 這一天 羅先生的 一個主題的一個 今天的演講 要請你過來 我想 今天我要幫助大家 了解羅先生 跟羅先生的人生 還有他的軍力 還有雙手 可是兩個禮拜之後 我今天下午 因為早上我在宜蘭有個活動 然後我就跟我太太講說 你是不是聯絡一下阿凱 說今天的活動是你如喜之行 然後傳過來說 當然當然 就是肯定的意思 因為 我跟我太太講說 阿凱很客氣 而且 這個通知兩個禮拜以後 他都不會想到 他爺的人有時候會忘掉 我很高興 今天來參加這個聚會 因為這本出版 我多多少少有一點關係 因為 羅太太 跟我提到 他這本 想要出版一本回憶錄 那事實上 也做了一些準備 然後他也告訴我說 他有一個人選 希望 那我 事實上我的想法 也覺得是 跟羅太太清風姐一樣 我覺得 有一個人很適合來 因為 俊錦他這本回憶錄的那種 直筆中 就是陳羅靖 因為 在我看來 羅先生的軍力 還有他的一個學養 還有他特色人生的這些關照 羅靖可能是一個適當的人權 經過一年多 也高興這本出版 羅先生大我十二歲 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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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的那一年 是台灣發生惡法事件 然後他大我十二歲 然後我比較特別的情況就是 為什麼我會對這個 像羅先生 就是比他更 更大一輪的 台灣的這些 因為特別的歷史構造 讓台灣經過日本的殖民 戰鬥的中英國等 這個中國就是 國民黨中國的殖民 那有非常特殊的 世代的 跟時代的那種 跟時代的那種 特殊的那種經濟 我曾經在 1970年代的時候 主推過三場的 文學的討論 是以世代 文學的世代來看 第一個就是大我二十幾歲 二十四歲以上 就是他們 在戰爭結束以後 至少 大學或是研究所 快要畢業 有些比較慢一點 你說像李先生 李登輝先生 他是回到台灣來 在台大大 讀到最後一點 因為日本的學術 那有一個世代是 在日本統治台灣 二十三年結束的時候 他們可能讀過小學 可是這些人的人生成長以後 他們的那個 所謂日本的意味 並不像 1920年代 在日本時代 已經完成大學的 男學人的那個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人在 初中以後 可能是在國民黨的體制裡面 特別是跟前一世代的不同 就是他們對中國的文化上的一些關聯性 因為教育他們的影響 所以你看李先生跟文先生他們那一代 他們那一代的那個文化的那個思考 或是去說都是歐洲的哲學 歐洲的文學 歐洲的美術 歐洲的音樂 因為當時到樓宣他們這一代 事實上 比較跟前一代完全不一樣 因為前一代 他們在大學之前的高明學校肯定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現在如果是八十歲左右 讀過日本人 走過日本時代的那些人來講 他們跟日本時代的日本人一樣 跟歐洲的那個整個文化思維是大概同時的 那我當然是戰鬥時代 開始的時候就是 國民黨已經全戰去台灣了 而且我出生的時候已經掛成二二八世界了 所以我那個三個討論 第一個討論是 被殖民跟太陽戰爭的經驗 很多的文學家 包括你看周大正 當過暴男兵 像陳天吳主席南洋 當過敵 他們被殖民 而且在被殖民的時候 去參加日本的太陽戰爭 然後在戰後 他們所有學習的那個所謂語言條件 在戰後的那個政治體制裡面 完全都不能用 都變個啞巴 這一代人 然後第二代人是戰鬥時代 有過日本語的小學階段 可是完全在國民黨的成長 教育底下 另外說像我的世代 我的世代如果沒有到1980年代的時候 很多我的世代在台灣人 根本不知道 戰後台灣歷史的二二八世界這些都不知道 我是在中黨愛國 反共護國的這種 所謂虛網的那個教體之下成長 所以我對我的文學前輩 有些1920年代 有些1930年代 包括我自己1940年代 我們都進行這些探索 所以用這個角度來 我會很注意台灣的人 在軍事領域 在政治領域 在文化領域上的一些特色 今天的這個跟羅先生在這裡的場合 讓我想到12年前 我曾經主推了一次 李登輝跟彭明雲的一個四地對談 那時候李登輝已經卸任總統 然後彭先生任選過總統 但是沒有當選 然後分別是國民黨跟當時民進黨的兩個 而且兩個人的時代性是一樣的 那我就一直鼓勵他們 就一直吹他們 就是說我想要辦一個 你們兩個來跨越兩個國度的人生來談一談 我們住在國際會議中心 那時候三千多人 然後大概台灣還有很多外國媒體 大概全省差不多 因為我很想 從他們日本時代 跟戰後的中國時代 那他們人生在經過這種變遷 然後李登輝是建築國民黨的體制 被認為是在湖口裡面的大總統 他跟日本作家 然後彭先生是反國民黨體制 他曾經很有希望 變成國民黨栽培的台灣的 因為少數統治 或是所謂那種殖民統治 都會以被殖民者來做為殖民的一些工具 事實上那個時候 我進行的業務沒有實現 我也一直想找機會 讓以前跟當時的阿扁總統 進行一個對談 那個對談 我訂的題目叫做 邁向新世界的台灣 一個在國民黨體制裡面做過總統 然後他是一個戰權者 比較可惜的是 那個台灣的 會共產黨的台灣人的總統 並不是1930年代 因為阿扁的1950年代 他還小我三歲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1920年代 跳到1950才出生 這兩個跨世代差那麼久 事實上中間斷了一個時代 為什麼都在那個時代 因為這個中間的時代 有很多可能有政治做為文化做為的人 可能是在海外 天明堂不能回來 那很多在台灣的人 可能都在國民黨體制裡面 被虛納 然後更多的人是在台界去業 進去扮演一個台灣的 我們台灣的社會友常常講說 台灣人是扮演脖子以下的腳車 統治的少數統治是扮演這個腳下 所以15%的那個殖民統治的族群 其實統治85%的族群 在民主化的選舉以後 仍然這樣為什麼 因為維持我們社會的身體 跟那個頭腦分裂這個概念 這個是我們台灣 我常常覺得說 那天我在參加民進黨的 執政檢討的文化那一個場地 我跟那個邱文良是羽灘人 我說對我來講 民進黨你也許不會覺得 你八年日執政文化上次怎麼樣 你做了很多民眾黨都 可是我認為 這個八年日文化是失敗的 因為你過分的符合體制 你只是替一個希望的國家體制 去進行他的文化的工作 你並沒有去了解到台灣的 國家重建跟社會改造 需要的這個文化的觀念 這個你做了很多的時候 做到台灣的舉例 你要做好 可以嗎 但是我覺得整個是失敗的 所以那個時候 我感觸很深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阿伯 那邊都沒有打一招 跟李宣進行這個對談 那我的理解 是因為這個對談 需要有模組文化的條件 因為我在主持那個對談的時候 李宣跟文宣 我說我只要給你們大開的張交 那你們兩個都不要從我的準備裡面 要得到現在的政治人物的對談 需要的幕僚的準備 我說我不會給你們這個準備 我覺得我要問你們的問題 你們兩個都可能 你們虛擬上的法理不要準備 你不要說到現在的政治人物說 你要幕僚寫稿讓你去讀 我說這樣 所以我覺得阿伯的幕僚就很擔心 跟李宣跟李宣的這個談話裡面 他沒有辦法 就照本宣歌的時候那種對談 但是我覺得失去一個機會 我覺得 193年代 他們當然沒有像192年代的人 甚至比他們更早的191年代的人 在228事件的時候都受難虛少 如果193年代這些像秀裕的分子 像羅仙他們參加那個關澤林會議 或者以後去海外當婚姻單 做太多運動人 他入門更早生的10年20年 可能就是我們他歷史上的 228事件的受難者之一 很可能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我們那個一次斷場 這個斷場並不是這些 2030年代的人 像2020年代的人 很多人都虛擬人家 不是 而是因為在特斯科歷史的記憶裡面 他們出去出走 另外一個是他們從那個社會領域裡面 都進入那個所謂經濟領域的關聯性 包括很多的醫師啊 很多的企業家 這個當然會對社會有奉勸 可是我們整個台灣的文化 這個領域裡面 我們是把文化這一塊 讓給殖民統治者 進行他的任意的思維 我們的頭腦是給他 拿在他的統治者的手上 我們今天來看樓先生的書 我那天在發表會的時候會講 我就有點歷史創建 我們台灣人對自己台灣人的給亂 我們都不知道 目前樓先生不是後來在駐日代表人的任內 或是後來回到台灣 他有很長的時間 曾經以一個台灣人的身份 在聯合國的機構裡面做事 對台灣周邊的東亞南亞還有中東田國家的經濟發展 有過關注有過介入有過參與有過貢獻 當時他們是從開始在發展 然後我們是有一個發展的比他們 在羅宣在聯合國的機構任職的時候 台灣那個時候在聯合國的體系 美國的機構關聯 在那個經濟體系以後 台灣的經濟是比那些國家還好 可是呢 我們現在來看看 羅宣在1990年代 離開聯合國職位到2000年 慢慢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跟剛剛提到那些 聯合國在關注的這些開發國家 大家慢慢的變成開發國家 我們剛好是一種從上坡走下來 他們是 跟我們剛好是一種經過那個交叉線 他們是在承擔的 那這種關聯的差別是在哪裡 我記得台灣人之前 很有那個所謂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 知識、勞動力還有人民的勤穩 都比他們更高 最重要的差異 我覺得就是國家 不是真實存在 那因為不是真實存在 所以很多的統治者欺騙我們 他是一個存在的國家 那我們也要 因為要 相信他所說的說法 我們也很多人也要騙自己 那因為這樣 大家又不真正的一個安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本來可以發展更好的經濟 可是我們發展的經濟 並不全部把發展的成果存留在台灣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因為我們沒有正常國家條件 我們現在簡訊跟 抗印度、印尼、馬來西亞 甚至泰國 甚至中國 甚至現在的韓國 伊朗 當然是總統有另外一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當然跟他相對 國家當然是很重要 國家有危險性不錯 可是國家也很重要 我覺得我們現在面臨到這個問題 那我們很多人 像羅瑄恩他們 在國際上、在世界上 所以我有時候很想去 從羅瑄恩 他是一個台獨運動者 可是他在軍事領域的 或者聯合國的機構的軍事參與 這個角色、這個混量 相對比他在台獨運動裡面 讓我們知道的這個部分來講更強 我們現在常常知道台獨運動者 在美國或在日本、在歐洲 特別是日本跟美國 都是很多大概是美國或是日本的 大概屬席的位子 他的參與者 因為我知道羅瑄恩他本身在聯合國事務 所以他的軍具 這方面的這個參與 我覺得也許等一下我們可以 也許我很想 各位也許很想 就是說當時這個羅瑄恩在聯合國機構 然後你在東亞、南亞或是中東這些國家 甚至包括中國 然後對他們的軍具成長 以聯合國的一個機構的那個生活裡面 當然要看著他們成長 那時候你對台灣的當時候的那個經濟成長 或是經濟發展 當時會有沒有什麼樣的特別的一個想法 比如你在韓國、在福利民、在中國這些 然後這些都不是你所屬的國家 但是你對自己的國家 沒有形成國家的台灣那個時候經濟 你有沒有想到說 如果台灣也是聯合國可以關注的一個會員國家的時候 也許就能夠比較有介入台灣的問題 那對那個後續的發展 也許我們也會跟那些國家一樣 相尋以照也是一起發展 這個是一個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很想也知道 就是說 我先在財主運動、政治運動、國力運動這個角色 我覺得 他當然也提到那個光州事件 提到 因為近代的國家的發展 從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 因為國家發展的經濟跟文化 意識形態跟意識形態 事實上那個政治是那個共同體的那個發展 都有很多非常複雜的 非常複雜的課題 這個課題有一些是經濟的 有一些文化的 那解決經濟跟文化的問題 當然是政治的作為 然後作為台主運動者 對 因為 台灣一直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國家的問題 然後 我們當然在現實上 有看起來 類似或是民視一個國家的狀態在運作 因為 因為這個是一個 國家並不像一個公司 你如果沒有正常化 你根本沒有辦法運作 你需要有上面包括稅 包括整個所屬管理 你都要有一個做法 然後國家沒有 國家有一種 譬如說 你雖然很高有聯合國 但是如果你不是聯合國會聯合國的話 你不是一個國家 你也沒有一個 即使沒有一個比國家更高的 對這個國家的宰治的法條件 它只有一些危險 沒有辦法要求你一定要確立你成為一個國家 所以 我覺得 獨立運動 對運動者 進行到這個階段以後 然後 台灣再發展到 像20世紀 21世紀 也總統民選 可是沒有解決台灣的國家的屬性 或是真實虛過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 但是作為一個台獨運動的參與者 以持續的 對台灣要形成一個國家 我們也知道 比如說羅宣也提到 他也希望中國能夠發展能夠更文明 因為中國的發展跟台灣的獨立 並不是一個相對的事情 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很想要聽到羅宣 台灣也很關注進行問題 從這個角度來看 台灣獨立運動的一個國家的條件 這個問題 羅宣也沒有繼續的 那種深 比較一種 思考 或是覺得應該 跟我們大家分享的一個 對台灣 要朝向一個正常國家 見過的那種關照 或是期望 我覺得 我們先用這兩個角度 來聽一下 羅宣跟我們分享的他的意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這麼快 一個恭喜就來了 我們聯合國都還沒有講 還是什麼 京都議定書 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說 在我們講的過程裡面 我們提到說 羅先生在聯合國做了很多事情 第一個是參與東亞的經濟的發展 因為他曾經是聯合國區域開發中心的主任 所以他就被聯合國派駐到不同的國家去 然後去看他們每個國家的 而且他是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很重要的國家的經濟顧問 所以 在他這個過程裡面 同時 大主委剛剛講說 他要曾經到 也因為這樣 所以他可以到中國去 雖然他是一個台部份子 但是還有一個部分 是 對於 參與所謂的京都議定書 所以京都議定書就是 當時在談什麼 空氣啦 環境啦 的問題的時候 他會參與那個洗草的過程 所以他在做一個台灣人 其實他在這個世界上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是他這個角色呢 卻因為他一個台部份子的身份 而沒辦法貢獻給他的國家 甚至變成黑名單 甚至是財產被沒收 甚至在長期的時候 他要跟他的家人分隔兩滴 甚至母親分鎖的時候 他還要只能寫一段行經 請家人把它燒 燒給他那個母親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代的人 其實是沒辦法回來的 那剛剛那個 李明勇先生他剛剛講的另外一個就是 一個有一個前瞻性的部分 就是說 這兩個問題啊 等一下我們再請說 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就是在回過頭來這本書裡面 沒有提到的 就是他當時怎麼去看台灣的經濟 如果是他的介入的話 也可以成為台灣的經濟顧問的時候 現在台灣會不會這麼依賴中國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形 或者是在第二個階段的時候 是說面臨他的第二個身份 是一個台獨的海外台獨大老 這樣的一個身份的時候 去看待這個台獨運動 比如說現在很多人講 台獨是一個沒有市場的 不過他應該來這裡看一看 對不對 可是我們又會被打出一小撮人 對不對 怎麼樣都有話講 那怎麼樣去看那個 台灣做一個正常化的國家 一個獨立的國家 怎麼下一步要該怎麼走 當然他已經提出了一個觀點 是台灣的我們活的公民社會 甚至他剛剛也講到說 馬英九應該也是台獨份子才對 因為有2300萬人 台灣前途有2300萬人的決定 這個其實 這個就已經出明說 這是所有台獨份子的主張 那在廣義上面 其實很多人都是台獨份子 他是可以被分享的 那可是呢 他就遇到目前可能 再進一步我們遇到 跟中國之間的關係的拉扯 然後很多在2008年 所有的東西 其實我們在法治的問題 又被 又開始在扣辦我們來法治 也會獨裁的幽靈 好像要籠罩在台灣頭上 那也會讓大家悠心 所以這些事情 當然我們就請 羅副全羅大使再跟我們 該訪一下 大家帶來掌聲一下 謝謝 非常謝謝這個 這個 李銘 李銘 他是 從這個歷史角度 來看 台灣現在面臨的 到底要我們這一代 李總統這一代 怎麼樣走過那段路程 是不是 但是呢 我 其他要講就是 這個 陳羅健 他訪問我說 一天到晚 我說到哪裡 到巴黎去吃什麼東西 到這裡 所以 以為我都不在做書情 所以 我就請他這個書人最後面 把我的著作 列出來 等一下才會說 欸 不是跟你吃不吃 我去做事情 那我也很難過這裡 我的太太 她電腦一開 我那些書情的書 就是在全世界 四千七百零九個 圖書館 有我的書 所以 我就說 欸 不是跟你吃東西 你吃不吃 不過 剛才 提到 我們不能回來的時候 追看書後 也是 台灣 從一個 我說是 六月年代 可能是 一百六十塊 到現在 這種 三萬 這是一個 所以說 所有亞洲國家 都是一個 世界銀行說是 東亞經濟的奇蹟 這五十年 東亞發生的事情 在全世界都沒有發生過 法比亞 南美有時候很高 但是又有時候掉下來 不是這樣的儲蓄 而且這個儲蓄 作用的 這個 社會 政治 經濟的結構 改變 變成一個 現在的 所以這個 東亞的這個 我非常幸運 那個時候 我剛好 拿著這個聯合 我不知道 到村 那個時候 我還補充一點 就是 我在那裡碰到的人 跟我一樣 從美國留學到 回到韓國 回到馬來西亞 希望他能夠 貢獻自己的國家 所以我碰到那個 加東總是我的 父親在那裡 所以這個也是 我雖然沒有回來 但是跟這些人 有一種這個 這個 不過呢 他剛才也提到說 我在這個 聯合國裡面 也做這個 永續發展 其實這個呢 因為 大家都曉得 1990年代 在這個 巴西 說是 人類最大挑戰 就是 永續發展 是不是 一個挑戰 那個時候 要是講 詳細一點 這個 我跟歐洲 這些OECD 這些都有合作 那OECD 那個 那個 補色 這個 最方面 是火蘭的一個 環境部長 他說 我們這個 OECD 國家 只有 世界 人口的 百分之四 結果 我們用 世界之源的 百分之七十 實際上是 不對 而且 排放量 也是百分之七十 所以 他就告訴我 好 我來做 他們要做 這個OECD 叫我做 大國家 就是 中國、印度、巴西、蘇聯 跟這個 印度的話 那 這五個國家 跟OECD加起來 就是全世界環境問題 有百分之九十三左右 所以我就是選 第一個 來做中國 在這裏不用講 我就是給你講一個結論 那個時候 中國經濟已經 我在第一次做這個問題的時候 已經九三年 然後 九七年 也完成這個報告 最簡單 就是說 中國經濟發展 三個特徵 登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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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成長的百分之十 但是中國是一個沒有資源的國家 所以他要拼命輸入這個資源 破比亞 這個 這個 樊克爾 不是 武警道 中國有百分之九十 要通過 馬里亞海峡 那我告訴你 在十年 中國經濟的石油 三億噸 世界十列的一萬 你看 這個問題到不到了 那 日本也是 支援輸入的國家 這兩個亞洲的大國家 都是靠輸入的這個支援 登奧綁 排放CO2 排放污水 所以我就看成這一點 所以我93年到中國去做 中國永續發展研究 我第一次從上海飛到北京的時候 做一關螺旋甲飛機 我一看 我看到泰山 我以前都沒有看過泰山 看著又煌火 煌火死掉 我小時候念這個大地 Good Earth 我來一個加拿大的人 起來一個Bad Earth 壞蛋 你幾十幾五百八 我發表一陣子 我跟他講這個 Wounded Earth 受傷的大地 所以中國的經濟起來 就是中國大陸的變成 所以我今天沒有要講這個 來講一個結論 我審問你對環境的破壞有多大 就是說你成長10%的時候 你也空氣污染 還要砍森林 排放這個污水 最後的Green GDP 綠色的GDP 這是聯合國自邊怎麼樣的推算 我自己個人不能做 我叫他去做 算這個日本Green GDP的過程 去指導 七個中國的研究所 北京大學的光華學院 中國經濟研究所 就是林一夫那邊還有幾個 叫他們怎樣算 算出來 中國環境的破壞是8.9% 那你從10%減到8.9% 你真正的成長就有1.1% 這個我是第一個算這個 所以他是佛心 我那個就知道 你們這樣子開發 是不是有永續發展 所以那剛才他提到 在97年在京都大學 京都世界環境會議 就是第一次 第三次接受 你們這個先進國家 14%的人口 用到我們地球的70%之年 排放70% 所以要求美國這些國家 現在要COP downCO2回到1990年 那個時候我拿去那個會 做聯合國大學研究 就是中國這個報告書 所以後來他沈舟基起來 你有沒有參加這個 我是參加 但是聯合國這種事情 聯合國所有的機構都跑到那裡 說我們做什麼做什麼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日本的這個 政府代表把這個 中國起來 拿到這個 所有會員國 來 是不是我們接受了 之後呢 那一年97年是在 這個 京都 98年在德國的BON 我也參加 那99年是在阿根廷 我一起參加 這個我不要想 大部分就是說 這個 民間團體 NGO 去到那裡 說你們這先進國家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這是一種政治的一個 就是這樣在 所以這個是我一部分 我在聯合國的這個工作 但是呢 我對中國也是非常誠懇 之後呢 我發現每一五年 中國方面 會發表他們環境對環境破壞 這是一個 我覺得我做了一個貢獻 從那個時候他們最好 反過來我第一次回到台灣 我就不要說那個人的名字 我說台灣有沒有做 他說有 其實都沒有公佈 好比講 在京都會議的時候 台灣一個人排放的CO2 差不多8噸左右 那美國是20噸 那中國那個是3.6噸 現在台灣已經到12到13噸 我們政府都沒有講 跟他講你 那些筷子要怎麼用 要怎麼洗 完全沒有 我舉個例子 所以我是經濟當中 阿比亞 你這裡坐車子到淡水 一個人開車子 跟坐捷運 開車的人用的這個 台灣的CO2是20倍 這個我就簡單 他說 我在聯合國有做這個環境問題 但是 我對中國 印度 我就趕快 因為這些人口 這麼多的國家 他就這樣 我說 中國現在 你曉得 中國現在有200萬人在非洲 幹什麼 這樣遵取非洲的資源 遵取這個 蘇丹這個國家 他賣所有給中國 就不用付錢 為什麼 他就把武器拿到蘇丹 把所有拿到中國去 真的 所以這個 講太多了 我說我在做環境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 我在做大城市的一個問題 這個要是有訊息 我蘇丹後面有這個註冊 我表達說 我不是自己去做的 做一個工作 兩位剛才都提到 台灣不再聯合國這個問題 這個老實講 是一個 92年 92年我們退出聯合國 收支91年 一年前 美國政府 1972年 1972年 72年 72年 對 但是一年前 美國就告訴台灣 你要接受兩個中國 要不然我們沒辦法 繼續支持你們兩個兩國 尤其是蒋介石跟沈昌旺說 漢子也不了命 但是半年以後 蒋千古當行政院副院長之後 他就勸明說好 我們來接受兩個中國 但是美國好像已經來不及了 為什麼呢 實際上美國也是相當強烈的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2年 沒辦法進入聯合國 這是美國給它攬住的 所以所有第三世界覺得這個美國這種做法也不對 所以當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的時候 所有第三世界起來跳舞 跟我們打敗這個美國 那個時候可能說是我們自己推測的 這樣子 其實聯合國據說受這個大國的控制 當然現在中國在聯合國裡面 所以絕對不會讓我們進出 但是我告訴你 在阿伯在2007年的時候他曾經要申請到聯合國 現在也是他 潘吉文是秘書長 他說在1972年 我們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美國 日本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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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都想 所以那個時候我絕對不會在聯合國裡面 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那個時候你這樣講 那中國代表應該可以體制抗議 中國代表沒辦法體制抗議 為什麼你要是體制抗議 越拉越大條 對你不疑 所以雖然對外沒有講 但是從這個事情可以說是 日本 美國這些國家 台灣不是聯合國的飛援國 但是台灣不是中國的英國 那中國也沒辦法去打這條 所以這個是有一個空間 有一個空間 所以這個 當然他們其實不知問我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不在聯合國 所以我們吃了很多 SARS的時候 日本人到台灣 台灣已經SARS有些人 沒有這個情報 不只是台灣對台灣不應該 連這個日本的人 其他人到台灣都不會受到抗議 所以那個時候有人就提出這個 好比講這個 台灣在WHO裡面 應該是會要受到抗議 因為其他的國家都會受到這個利益 所以有很多東西 但是呢 中國是比其他國家 澳洲 為什麼呢 那個時候 東國西德還沒有活併的時候 兩方面都在聯合國裡面 今天 南韓 北韓 同樣的在聯合國裡面 但是呢 中國就是加暴 就是不要台灣來聯合國 這個是對台灣的打壓 不會是中國 但是因為它是一個大國 你也對它沒有辦法 但是私底下在政府的立場 日本、美國、這些西方國家 都沒有放棄台灣 所以他帶來的俄羅斯 不過 中國 近代化 台灣這個 近代化 我老實講 以為中國是一個 我看到中國 就有想哭人的國家 為什麼呢 你經濟這麼壞 世界上 所得分配最不平均的就是中國 你是一個共產國家 你應該是 平的 你看 這個 薄熙來 那麼多錢 中國 李克強在一個禮拜以前講 現在中國有 以前是三億 他說現在已經降到一億的貧窮 什麼叫做貧窮人 一天的生活費 一塊兩毛五美金 中國還是 他說已經降到一億 也許會降下來 但是還是很大 這些人你不照顧 拿錢到美國去買這個房子 什麼都買 這個怎麼是像一個共產國教 所以這個 現在 中國這個政府 昆仁說是最沒有這個平衡 但是呢 因為他剛才提到 就是台灣經濟的問題 大陸有降下 我的是內經濟 現在在中國大陸的外國投資 有差不多五千八百億 一半是台灣 台灣的人口只有兩千三百萬 其他國家的投資加起來就等於台灣 所以你看台灣多少投資到來 那這個呢 就是造成今天台灣經濟 我很簡單的介紹一下 在兩千年之後 台灣的IT商業 擺在世界上 第一個是 第一個 美國IT商業最大 兩千年 第二個是這 台灣只有兩千三百萬 既然是台灣的IT 世界第三位 那這十幾年來 台灣 百分之七十的這個IT商業 移到中國 移到中國 怎麼樣 我不要罵其他人 就先講連電 那個時候 把兩百多國自私財產錢 去無條件 拿到這個中國去 就犧牲台灣的這個 一家這樣子 所以這些好的技術 好的人才 在那邊 郭台銘那個叫什麼公司 紅海 紅海 就是採用八十萬的就業 你這樣一起 台灣的大學生 有沒有好的工作 所以台灣的每個國家都一樣 台灣的工業 企業 有一個全局性的企業 考到 留下來是傳統企業 傳統企業的薪水比較低 所以2000年的時候 台灣大學畢業生的薪水比韓國高 現在韓國大學畢業生 差不多三萬六到四萬 台灣差不多 少人家差不多百分之三十 這個公司 老實講是代表你在世界上 一個競爭的能力 競爭力 那到中國到了 這個經濟上叫做 Level Intensive Industry 就是勞動密集的這個 為什麼IT商業需要八十萬 都是靠這個大學做的 所以今天 十三年以後 韓國的三生 可以跟阿伯對象 我們呢 越走越效果 這個就是這十三年來 台灣經濟走出而入 我不是說反對到中國也走出 但是呢 日本 韓國 台灣都是基礎一國 所以你要恢復 在世界上有競爭能力 多元化 三年以後 還有今天談到這個湖茂 湖茂就是傳統產業 我說台大經濟性那個 鄭秀琳教授講 對 你要看這個湖茂 就是要看從經濟的觀點 我們是 你不能從政治的觀點看這個湖茂 當然這個是造成台灣傳統產業一個打擊 所以這個 我不是說要拒絕中國 但是要從經濟的觀點來看對中國的投資 從經濟的觀點來看這個湖茂才可以 在這個時候呢 我也應該要多講一句 現在非常關鍵 就是美國 日本這些國家要在亞太區域 成立一個新的這個關稅通 叫做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這個 現在 我們要趕快加入 因為以前參加這個EGFA 根本沒有把我們帶上跟其他 就是要趕快加入這個PD 中國沒辦法 我們就要趕快去 這是關稅在7年以後完全化理 就是要增加你國家的一個競爭力 當然台灣農業也要保護 日本也要保護 日本在一個禮拜下 派人到文來去參加這個TPP 為什麼呢 他需要農業保護 為什麼你要參加呢 你這個還沒定案以前 我會出現 所以他到那裡 就找紐西蘭的這個代表 因為紐西蘭是農業出國的國家 所以他就找他 在定案之前 日本會找最有利的一個 那我們台灣 一個人都不再講話 不知道怎麼辦經濟 這個 這個 我們這個政府的頭腦不好 還說 但是 所在 再來 好比講 我們對 馬英族對中國的這個政策 不是 我們要跟中國來往 但是呢 他把台灣問題香港化 香港化 什麼叫香港化 香港是地方政府 北京是中央政府 那你 地方政府講的話 中央政府要不要聽 是 看 看他們 北京要不要聽 所以 民進黨 應該跟北京 國民來往 貿易 但是呢 最重要就是要對等的立場 來講這個問題 這個都是一個 在這個時候 現在這個時候 這個一個關鍵時候 那 他對你不對等 怎麼樣 現在中國 沒辦法 用武力來拿台灣的說 你跟中國 對等 要發揮你的智慧 世界都在看 世界都在看 所以 這個時候 因為我不要講太多政治經濟問題 我書裡面 盡量不要去談現在的人物 跟現在的經濟 為什麼呢 這有時候 會讓人家尷尬 但是你今天 他這樣講 我就會說 那 一方面呢 我們 絕對 在世界上 要自己走出去 這個是 就是 那個時候 我跟 因為 陳水平現在很關 所以 我講了 沒關係 我幹嘛一直改功 我在聯合國 工作那麼久 台灣 什麼樣子 會進聯合國 我做了一個 意見 為什麼呢 聯合國在1987年 通過一個 一個 決案 就是 深進國家 要拿國家的GDP的 0.7% 來貢獻 其他的國家 大家都說 沒有做到 除了 荷蘭跟北歐 四個國家做到 美國大概是 0.24% 日本也是 0.32% 那時候我說 我們 不是聯合國 但是我們在亞洲 已經是一個 先進國家 我們 拿著 0.78GDP 來貢獻 亞洲國家 以前我們有 能夠對 我們的醫療 我們有 什麼 你這樣做的話 人家說 這個國家 在扳演 這樣重要的角色 他為什麼不是聯合國的 會員國 這是我那個時候的 一個 意見 而且 在台灣 辦這個 培訓班 幫忙 亞洲國家 在隆根也好 在基礎也好 總統 那你就跟 周圍這些國家 建立一個 一個很好的管道 瑞士這個國家 貢獻事情那麼多 他有長期的時間 不是聯合國的 會員國 但是受到 世界尊重 所以台灣 應該 出來做這個貢獻 那 周圍的國家說 你跟北京都一樣 而且你在貢獻 做這個地球村的一份子 來貢獻 所以我是還是希望我們還能做聯合國的會員國 但是做一個會員國應該做的這個貢獻 我們要拿出來 這樣子呢 人家是非常尊重 你雖然還不曉得什麼時候 但是呢 將來我是非常弱觀的 我在書裡面聽到 1993年的時候 我帶聯合國的副秘書 我說 欸 台灣 我以前喜歡畫畫 我看到 鼻子回來看觀念山谷沙沙 欸 這個貢獻神 所以 我就給聯合國的校長說 台灣經濟發展以後的環境裡頭 可以做一個研究所 所以我就通過人家 向李總統報告 我說 我把這個詳細的事情 需要四千三百萬美金做基礎 所以我就帶聯合國的校長 他就聯合國副秘書到台灣 李總統很高興 就叫聯長跟我 聯長說 You have idea We have a muscle 你有好的意見 我們有這個 Good double 結果跨一船去 聯合國 中國代表在那個時候 給這個 Moto Scali 要二次小離開台灣 這樣子 但是呢 我就講 我們將來 不要說說我要 只要進到聯合國 我們應該要進聯合國 對聯合國的責任 這樣人家就看得起 這個我們經過還可以做 還不會做 其實我們在哈利江很多地方地震 我們也去救護 所以台灣那個SARS的時候 全亞洲裡面最出色的醫生就是台灣的醫生 這個東西我們不應該閉關 所以我說投資我們也往世界做 那這些先進國家應該盡的責任 我們在做 那我們有邦交沒有邦交 人家都會看得起我們 這是我們希望我們這個年輕一代 就抱著這種走出去的心情 因為我有時候講話 我現在腦筋 CAPACI很有限 所以 當然找他們 這 台灣的將來 我覺得 我是抱著若冠 若冠 若冠 若冠的意思 台灣這個社會 已經現代化的條件 公民意思 非常誇張 要是沒有發達的國家 就是這樣 你是烈的 我是哪的 一天在炒這個東西 這不對 這個公民意思 美國的公民所謂 對民主黨 對共和黨一樣的 給他們糾正 那日本呢 還給美國差一點 為什麼 差一點的國家就是要看政治領袖的 對這個意見 這個不對 公民所謂應該要再出來主權在民 所以這個呢 我覺得台灣 左向公民所謂已經是夠無罪 任何一個政治家本無肚斷 好比呢 今天在外面炒 在法庭上炒 人民的眼睛 比這個法院還亮 是不是 這是一個所謂的力量 你這個 你這個 當事者 你不明說說 我這樣做就困錯了 你這樣做下去了 你只好跑到山上去開胃 但是我剛才之前這裡寫了一點 就是說 其實我是不太喜歡平民的中國 這個政府 但是 馬英九對中國的生殖 老實講 台灣跟中國合併起來 最大的損害者是國民黨 國民黨在台灣的當上也好 地位也好 也許是沒有保障 所以國會講說要靠過去 他也不要一下子靠過去 這個是很理直當的 所以北京最近給他說 九二公司並不是沒有數件表 今年 不過呢 但是呢 隨然是這樣 你要跟北京往南 馬英九也好 林靖雯也好 要靠智慧 為什麼呢 現在中國沒辦法強制 要跟你們講 國際上會不會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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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要是想廣一點 我今年九月七號開了一個安保協會 兩年前我是請安倍日本親人首相來跟蔡英文一起上台 所以台灣跟日本沒有邦交 但是民族價值觀點通 就是韓北家人 所以 今年 我請這個日本這個防衛大省 九月七號也來 我另外有看過 今天不是在做自治宣傳 但是那個 為什麼 有這個能力呢 這個是美國政策 美國去年 二零一二年六月九號 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 開一個亞太軍事 他提這個口號 rebalancing policy 再平衡戰略 這是什麼 就是說 中國軍事力量提高的時候 美國跟亞太國家的這個軍事力量也要提升 才能夠提出 但是這個不是一個體對關係 不是體對 美國 日本對中國不是一個體對 但是你中國軍事力量提升的時候 我也要提升 萬一你穿上一隻腦 我有足夠的力量防衛 所以這是一個做一個防波艇 那台灣也是在裡面 從日本到這個釣魚台 到台灣到這個南海 南海是一萬四千平方公里的海域 裡面有新加坡 菲律賓 越南 說是這個我的島 中國是這些島 跟台灣七張一樣 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還有延長到 南海是印度洋 所以今年我要請印度的軍事專家 所以說這些國家不是要理對中國 但是這些民族國家的軍事力量 一定要加起來 比中國還強 它才不會跑出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國際上叫做 就是圈子戰略 圈子戰略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 希望勸告中國在亞洲 扮演建設性的角色 建設性的角色 大家可以和平和平 第二個 是針對台灣 就是說台灣問題 應該雙方和平對抗 不能用武力 為什麼 因為2007年3月19號 中國通過反國家分裂法 是國內法 可以用武力打台灣 美國跟日 美國跟日本的時候 你不能這樣 所以勸說 第三點 為什麼中國軍事力量 那個時候 20年來 兩位是在成長 是為了什麼 最近這個安倍道聯合國 也講了這些話 所以因為你這樣 我說你應該要好好做的 但是我勸告你聽不聽 就是說要我的軍事力量 有足夠的意識力量 你才不會冒打出來 那在這種情形下 好 我日本 美國 跟你正常的外交關係 貿易關係 絕對不是把你當作別人 所以說 但是這個Destation Strategy 去年宣布以後 是怎麼樣 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力量 要提高到 有目前美國50%的軍事力量 提到60% 包括六個韓國母艦艦隊重組 這是一個美國長期 要留在亞洲的一個宣誓 一年以後 今年在華盛頓 很多人在開 禮拜安行 一年以後 一年以後 我們做到什麼 這個都是在日美 同意 旺美 所以這樣 日本 日本 美國 還有包括現在是印度 都是希望中國 變成一個 在亞洲翻演現實性的角色 但是 不要走入一個 冒權主義的國家 那當然台灣 也是要跟對岸 國平來往 對人談 經貿關係 中途 但是 中國人 也沒辦法 或是要用武力 來勿勢 派遇 對這個 都把人手把握 之下 所以 這個就是美國 在維持現狀 有這個想法 當然這個 賴宗博士對這個很有研究 他以為這個保護也行不夠 還有美國的解析附圍 不過我告訴賴宗哥 這個 State Department 美國的國務主行 它是要用外交所管 所以有時候 對台灣講 對中國 比較好 但是 這種 revalency policy 根底 是美國的國王 所以 這個 絕對不是 一場一場 我告訴你 我們要 在這種情形下 我們對眾 要 開放我們的 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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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領業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當時 關於777開發組織聯合國的 他當時的1997年那個過程 有一個詳細的交代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那接下來呢 因為本來我們今天本來就要結束 就是呢 看大家沒有怎麼意思 所以我們開放幾個問題 好不好 如果有幾個問題 可以又鹹又濕又辣 還有攻擊性都沒有關係 我想以那個羅大使的優雅一定可以應付你們的 來 有沒有三個問題 有沒有 來 一個 還有再來 下一瓶 好 不要嗎 來 另外 然後三個 好我們就是三個問題 來 羅大使你好 我姓邱當初社會要工作 那想直接請教您一個問題 我覺得聯合國逐漸在衰落中 很多事情他不能夠解決 很多議題在裡面卡住了 那台灣到底還有沒有加入的力量 這個齁 聯合國基本上有兩個過敏 一個是會員大會 因為每一個國家都還有代表在那裡 就是世界上有什麼政治問題 大家在那裡講 有時候好像比較最近 中國代表也好 安倍也好 到聯合國去演講 所以大概是大家 你同意不同意 大家在那裡可以做一個事情 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聯合國 這個我不是查 陳舟盡查 這個有四萬人 就是什麼 什麼樣子幫助世界解決一些問題 我剛才講環境問題 衛生問題 森林問題 海洋問題 這是一個專門資源 所以這些專門資源 所是代表聯合國的資源 不是代表某一個國家 在聯合國大會裡面是代表的 所以其實呢 聯合國有時候 我們有沒有必要去參加 當然 聯合國是一個世界國家最大的Club 那你參加Club 就是一個會員 有時候你要講自己的話就可以 他們在這裡講 但是最重要 我們要到聯合國裡面做一個Member 就是希望其他的國家承認我們是一個國家 現在台灣老實講 實質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因為我們沒有把他們自己管自己 這不是獨立國家是什麼 還有華麗桑 但是呢 人家跟你來往 就不看你是一個國家 要是你在聯合國裡面是一個會員國 那全世界的人都看了一次 只有這個 不過還有呢 我說是我們要向國際發聲 就是說馬英哲是明顯的總統 所以他的講話在國際上 是代表台灣明顯的總統講的話 所以分量很重要 所以我說是其他的另外一個聲音 我們也要出去 這樣子呢 人家才在 喔 有這個台灣有不同的聲音 這很重要 他比較 這個Palestan 這個地方還沒有是 還不是一個聯合國 因為人家還沒有承認它是一個火槍 但是Palestan裡面有激進派 有溫和派 但是呢 他們對外一致 所以聯合國給他們一個observe 觀察員的一個地位 但是台灣呢 要是民進黨裡面 有這個講話 有這個講話 人家說 所以我就希望民進黨有意見 觀情門來去修法 對外要一致 但是人家在世界上 才會看到台灣的另外一個聲音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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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我想你們是這個 台灣武衣運動 日本帶到美國 而且把這兩個地方 一個 一個 人是整人在一起 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 也就是說台灣運動的整個 變成一個世界化的這種團體 是在你身上 從 當時你提到 點到的那一點 我從你的歷史上讀出來 不過我在經過台獨聯盟 回到台灣二十年來 就是包括被你帶進參加日本的 這個台灣運動的張燦榮先 到最近還在當立法委員的這個 這個陳唐燃先 甚至年輕一代 現在經商有成 財產算益的這個購票的先生 就是現在要選 雲林縣長的這個 李燕燃先 不過看起來 你的 你是不可要救的樂觀主義者 但你不想自從 以性主義出發來看 因為你從 放棄你在美國 在日本的時候 回到台灣之後 那種 Pollution非常厲害的一個地方 也可以證明 我想 一點就是 是不是台灣獨立運動者的 影響在於 1970年代 60年代的時代 因為我的年紀 剛好是在台灣一種 少於十屆 我們有多少受到 那一段的這個 歷史文化的這種影響 我想 看起來好像 台獨分子 似乎 不是分子 台獨人士 已經好像 在台灣的這個 現實的政治界上面 有點可惜 就是摔落這種感覺 我讓你的心 有什麼樣的東西 好 這個問題很大 但是很簡單的 好 的確 我們那個時候 有很多日本 到日本進行 留學的人 在台灣 在日本 就開始留學 開始留學 那在美國 幾個人 開始 留學在Talukia 開始 但是呢 到我去留學的時候 60年代 留學生開始增加 所以呢 就有這個 是不是大家一起 那我剛好先到日本去 然後到美國去 旁邊市裡面 有這個關志聯 關志聯的人 有的到日本去 有的到美國去 結果 那個時候 雖然是一個 台獨運動 聽到一個人 能不能信任 我這個問題很大 所以都是以前的老同學 這樣子 所以我當然幫日本跟美國 本來跟他們交往的 以前是很孤立的幾個人 但是留學生一來 我到飛躍隊留學生的時候 全美國有三十幾個台灣同鄉會 老實講 我對那個台灣同鄉會呢 我非常尊敬 你知道嗎 一方面他不敢入門 一方面改進行 那個時候大家生活很苦 一方面有一個女孩子 去跟他們顧小孩 一小時兩天 他收了七塊錢沒錢 我說你拿出來 我敢去 聽說因為我們需要這東西 所以那個時候 海外的這個 雖然中鄉會 我到現在我就非常感激到 那個時候這個 你也在那裡 我 你也吃起來 我曉得 我曉得 這個 那個時候台灣人 一點心 好 那才是我們真正的氣息 我們絕對不是一個 孤立的幾個人 好 但是呢 當然在理論上 有時候有不一樣 因為日本是比較講究 台灣民主主義 那我們一開始 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 所以我們是一個 可以說是 不從足球 大家來建立一個國家 那個時候 彭明明在1960年發表 在台灣發表 台灣駐救運動 他地位那麼好 國民黨又派他去做 聯合國的這個代表 他既然發表東西 很乖 喔 我們就去那個 四成功 meeting 到New York Times 到了半夜 就是宣揚台主的這個 理論 就是一個 不分族群 來追尋台灣民主的教育 所以我們很早去做 就看了 所以四千塊美金 大家不要想 那個時候我們吃飯 一天是一塊錢 這一定是吃四千塊的飯 所以人家去 去 去照顧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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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來 我那個時候很慘 但是呢 經過台灣民主化以後 我們經過口號說 要回到台灣 為什麼呢 那個時候 國民黨是一黨專政 所以我們要推翻 但是民主化以後呢 台德就是要在民主體制下 來做我們的主張 所以這個很自然 當然台股裡面那麼多人 有不同的這個看法 所以我們就是 主張條條大路通過馬 你要達到這個目的 你要走 他必須要 現在上街路在走 往前走 他等一下走這個路 他就自己走 是條條大路通過馬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這種台德的這個理論 台灣的這個公民受費 要怎麼樣子接受 那現在的理論就是說 要是台灣有自己選擇 將來的那天的話 我們相信大部分的人會選擇台灣 但是呢 我們回到台灣 沒有辦法跟現在做這個 警察立法院 警察有請貸去做來也做來都好 要做請貸做來 但是那就是 現在是台灣社會新一代人 都要去做 我們呢 就是說 百年老大 要去做一隻 所以 有民進黨 講的不對 好 我們就給他批評 所以我們現在在台灣參與 是一個整個台灣的這個活動裡面 我們就 有時候我說不要改變 去燈塔 人家走錯方向的時候 我說 這個燈塔的方向是在這裡 我們先幫你這種角色 當然 現在 年輕一位也好 我們這一位已經快80了 但是 我們雖然到80 我們這個旗子還要拿走 因為像 我以為這個是對台灣是最好的一 羅大使 我以為剛剛聽到那個 那個李明友老師問的那個 就講那件事情 然後又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像你們這一代剛好是 有受過兩種教育 就是前半段是日本教育 然後半段是國民黨教育 然後你後來又出國 然後也有在日本在受大學的教育 然後又到美國去工作 那我想問說 你覺得就是日本的教育 跟國民黨的教育 給你的影響是什麼 就是說 像有的人會講 像李登輝大家都會講說 他是很日本式的思維方式 那像你世紀剛好是國德式的 那你覺得對你這一生有什麼影響 這個好 很多人都不奇怪 我在高中的時候 我的國文非常好 我甚至於要念歷史系還是國文系 我會做很多 他們會講 毛澤東做青年書 我也會寫 所以我對中國文學 非常欣賞 所以有時候說 政治是政治 中國文化是中國文化 我不會把這兩個接在一起 所以 他不講 我自己做的青年書 我現在還可以背 江南平年大亂明明 去水肌流 以陶天入口 三千軟葉雲海交入 臥野入秋 冷茶秋冠 潔入根系 澎湖窮其污水波 樹無量太平洋屏葬來神州 所以 這個 對於這個國家 我日本的這個 古典文學我會念很多 我以前就討厭政治 所有都關起民來的念書 所以這個文化跟政治是不一樣 不一樣 那最重要的就是 日本 戰前是一個軍國主義 但是戰後 他變成一個民主國家 所以我看過不同的時代的日本 所以日本政治家跟我談起來 他覺得說 我的生產過程跟他們一樣 所以特別親切 所以我自己講 我是知日派 但是不是愛日派 這不一樣 我是懂得日本 但是我不是說親自派 不會 你這個日本統治台灣 我說這個是不應該的 但是對中國也是一樣 我對他傳統的東西 我非常欣賞 有世界上其他國家沒有的這種事物 但是對中國的政治 不客氣場 這一百年來 沒有一個人寫真正的中國歷史 國民黨寫的中國歷史 也不是中國歷史 共產黨今天寫的中國歷史 也不是中國的歷史 需要有一天民主化的時候 人家寫出來才是中國的歷史 日本也是一樣 日本一千年前的這個 蠻優秀 蠻優秀 那個 詩的文學的表現 老實講 世界那個時候 有沒有這麼高的文力的表現 所以我很幸運 也可以了解 在美國認識 了解美國的民族政治 但是對日本 對中國的歷史 我都不會有任何規見 沒有 我以前很會背東西 連這個 蘇中央死了以後 蔣介石 寫的記不為 無虧臉 三連其敦戶 揚目其外戶 三千弟子 全軍將士 其將國以依歸 而透明無虎 好 那邊掌聲 好 我們在 因為我們的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失戀要結束 但是在結束之前 我可能要請兩個人 再講一下 一個是李玉玉老師 他最後幫助我的結語 然後呢 另外呢 就請賴宇中 他以前的好朋友 也是現在好朋友他的 我就說一下 他後來講一點 就來反駁一下他講的 羅達史講的 挑戰一下 快 謝謝主持 謝謝主持 大師 第一個先講 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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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他對中文的愛好 你一回事 真的可以親身見證 因為 在日本代表處 那個地方的一個好事情 辦公室 剛才那個官邸就在隔壁 所以說你早上起床 八點起床 八點十分 就在辦公室裡面 你帶個刷牙血去過去 那羅大師 我記得那時候 我在當他辦公室 然後羅大師還下班以後 然後我看他 我當他那個官邸去逼 結果那時候看羅大師就是 一邊刀個雪茄 然後那時候用毛筆在寫詩 然後有時候 就跟他拿一千 偷偷把他拿回來 那真的 他寫很多 因為每次看都不一樣 所以他真的是中文造業很好 那他在那裡 就是說 現在講到說 比較嚴重的 就是台灣沒有怎麼成功 那實際上 現在當然有很多人 因為對台灣主權的那個關切 認為說我們現在要怎麼樣再恢復主權 但另外一個 其實現在比較重要的問題是說 台灣做一個國家 實時生存 要怎麼生存下去 這個根本的問題 這個東西要先能夠確立一下 那確立的部分當然還是經濟 還是要經濟 那經濟實際上這邊會牽涉到 很根本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個產業 IT產業 甚至我們可以講到百分之九十 大概都過去了 剩下留在這個地方 基本上那個 technical的那個foundation 已經在這裡 所以說怎麼樣 要在技術上面 尋求我們的重新的回饒 這個東西非常重要 那這個部分 可能需要政策上面 很多的理理學 都配合 可是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說 如果技術上面的話 那可能要看 到底 就是說未來的發展裡面 有哪些跟台灣 特別是台灣的這個 我們國家的 社會的基本的結構 比較相關 就是說我們很多重要的起點 那可能 例如說3D列印 這個東西 我通常都會這樣講 3D列印可能會是 對台灣中調企業發展 會最快的利用 你只要想像 以後身邊一彈 每個地方有clean shot 在那個地方開始印出 印 但是實際上是得到你要的東西 就是在那邊生產 然後你不欠在以後 因為這個樣大工廠的生產模式 會不見 洪海完蛋了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我實際上講說 為什麼郭台銘他開始要切割 你只要公司3D列印出來 怎麼洪海 它的生產模式 大工廠的模式不見 因為到時候會是小小的 clean shot 做霓王會來支配 當然這個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那個 就是說做一個那個營而已 那最後來講就是說 因為現在 我們到面對台灣的那個生存 實際上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說 例如說我們要進入這個區域的 那個經濟的合作 那我們也知道 跟中國的那個ECPA 我們也不能把那裡放那個地方去 但是要跟其他地方的連結要做 那這邊當然目前 剛剛國大使提到兩個部分 一個是TPP 好 可是現在有一個其實很嚴肅 我們現在要面對的問題 那有可能 我去處理 我們可能 我們要玩就是現在死 問以後要死的問題 就是說TPP他實際上 他的那個 對台灣 就是他對國家內部的侵入性很強 強到什麼程度咧 他會一旦簽TPP的時候 你要背後改變國家內部 非常多的法律規則 舉個例來講 可能我們的健保的制度 要完全的要 重新的會被rewrite 怎麼說呢 因為他的那個TPP 他可能把藥 這個東西要交給市場機制 到時候 國家的那個 我們用健保的方式去 去那個 引導實這個藥 藥的這個部分 他是說 這不符合TPP的規則啊 所以說怎麼樣呢 這東西不行了 我們健保的那個制度啊 可能在藥這個部分 這有一半以上 就被它摧毀掉了 那怎麼辦 像這樣一個問題 那更不要提說 TPP在其他在規則上面 人的設定裡面 所遭遇到的那個 新的狀況 那這個地方是台灣 現在 如果說我們真的要交TPP 我們真的認為這個東西 很重要的時候 我們可能需要去思考 我們整個自由化的策略 那自由化策略 我們現在面對裡面 比較大的困難是在哪邊 第一個是我們現在 我們既有國家的那個結構 本身它就是 並不是會自由化在處理的 官僚講說它自由化 其實它是懶惰 但實際上整個官僚的結構 是阻擋了非常多 自由化的一個浪漫 所以說那不是真的自由化的 官僚的處理過程 但另外一個是 自由化裡面 可能造成我們對於社會 一些其他產業上面 所形成很危險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東西我們可以用 例如說 是用補助或者扶助 或者是用這種政策手段來處理嗎 有的時候 不一定能夠這個樣做 那怎麼辦 所以說這個東西 有時候要思考 是一個根本的 我們國家還要生存的時候 要很嚴重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目前實際上來講 還沒有機會 好好去思考 或想到的這個理論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現在來講 如果說我們要是 國家經濟自存的話 好 我們要在中國以外 地方尋求這個連結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那我們當然都是說 例如說跟日本跟美國什麼FT 但是我們知道美國 現在它不想跟台灣簽嘛 那日本它可能有一點機會 然後東南亞或印度 它可能也會有一些機會 但是我們現在 如果跟他們一起做的話 有很多的問題要去做的時候 那怎麼辦 那我們是不是自己內部 進行一個提示上面的改造 例如說 好 我們國家不一定有辦法接簽的話 那有沒有辦法 例如說區域執政 例如說民進行其身的縣市 以他們為單位 出去跟對方的秩序一起簽好不好 我們從這邊創造一些空間 那有的時候 變成我們自己 這個體制 國家中央地方 這些體制 變在進行很根本的變革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去做 實際上有時候面對這樣 這些是很根本的難題和難關 這個思考的這個問題 那實際上 我想說很多人都很關心台灣的政策 所以說你怎麼會來這裡 看一看我來之後 也本身有非常多在聯合國 在其他地方台灣的那邊 國際的一個經驗 那但是就是說 當混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當然我每天在想 但是也不能老是想 對不對 但是要怎麼做 我也不曉得要該怎麼處理 當然也是大家在那邊繼續努力 但是我這邊就講到說 實際上這些問題非常非常關鍵 那它不是在媒體上面 譬如說 這也不是我罵罵罵罵 也有罵兩句 可以解決一下 因為這是鳥的事情 然後 你要求民進黨要去現在去討論 可能現在也沒有這個空間 因為他們現在有其他的東西 他們在想 那民間這個地方要怎麼去做 但是 它有些在做的時候 可能和我們有些基本的信仰上面 之間的那個問題要怎麼去處理 這是我們自己可能要去思考的問題 所以我們下次請代議中博士來講一場好不好 你們反正也太細膚了吧 大家 謝謝大家 來我們再請 如果台灣獨立了 但是要早一點 柳瑄可能是最好的駐中國的該大使 他會被送去年分 那李軒跟李登輝一定不會 為什麼 因為李軒 事實上 他的教育養成階段 到大學畢業的時候 是沒有受過工作教育的 然後 柳瑄的 熱者教育階段 在全局 是小學 所以他有 中國的什麼接觸 後來當然在 留學的時候 已經是大學進去 我們看到剛剛柳先生的談話 就知道 台灣如果今天變成這樣 因為太多的知識人 是在黨國的權力體制 作為失從而存在的 國安立共有 以前在共產黨有共慶團 台灣有國慶團 可是國慶團是花錢秀的 很多人在 我們看社會最重要的構造 就是經濟跟文化領域裡面 很多在經濟裡面的 很多的學者 事實上 他們作為知識人的角色是合格的 他們的知識 只是在提供 黨國資本主義的支持 在台灣 你看戰後輩 都有所謂 經濟學者 經濟人 然後文化思想 這方面的所謂文化人 很多也是黨國資本主義 黨國的 不是 是一個黨國的 支持者 協力者 我們可以看到政治學者的 江一晃 他是充滿地顯示這種形象 國家是重要的 可是國家也是威脅的 我自己是作為一個戰後世代 事實上對戰後的問題 特別是文化上 特別是這個部分 我常常從這裡去看 二戰後的歐洲 原來猶太人被屠殺的問題 反映在文化上 我做了很多的介紹 戰後的問題 我覺得有兩個 在世界上有兩個 沒有具體的問題 就是二戰遺留的 一個是台灣的問題 沒有從那個二戰後 像其他國家 從殖民地獨立 然後卡在那個中國的問題 被接收者的有望政權佔據以後 變成到現在不清不清 另外一個是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問題 巴勒斯坦也是二戰後 因為歐美把 為了給德泰民一個國家 所以把巴勒斯坦到現在處理 我自己對戰後的中東問題 也很有趣 比如說我介紹過很多次 巴勒斯坦最重要的是 叫巴勒斯坦一出過世 他原來是PRO的中央委員 這個非常重要的書人 書體是100萬本 阿拉法特的很多的園長都在寫稿 他進入巴勒斯坦的卷化運動 然後一個書人 為什麼去參與這個運動 就有提供很多的舉世 包括現在以色列 還有現在的東東的敘利亞 流往到伊巴勒斯坦的阿朵利斯 這幾年從諾貝爾講的提名很熱 我一直思考 詩人為什麼繼續再提到這些問題 那我剛剛提到那個國家是重要的 也是危險的 這個是二戰後 葬拜國的一個國家 日本的一個詩人講的 國家是重要的 但是國家也是危險的 如果一個國家 像德國納粹 德國的時候那麼強盛 在去捏別人 那很多人 很多知識分子 都變成平庸的惡 這個國家就很危險 但是因為危險 我們就不要一個國家嗎 也不是 世界是以國家的形勢 維持一個共同體的形勢存在 剛剛羅先生講 台灣如果加入聯合 能夠確認台灣的國家地位 這個當然是對 因為台灣並不是一個確定性 被承認的國家 如果加入聯合 當然這個價格又要解決 可是 有些國家 當然很少 像中華人民共和 在1970年之前的20年 他是不是這個國家 能夠不接受他 他還是這個國家 這個有很大的差別 然後像瑞士 當然中立國 他不願意看一下 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記得台灣的問題 就是更多的公民覺醒 要從那個黨國知名主義的 經濟的型態裡面解脫出來 不能夠那種所謂 威權自從體制 得到那個意義 風險的意義分享 第二個 就是知識人 要從文化上有覺醒 我們看到台灣太多的知識人 是在黨國的 殖民流亡政權裡面做控管 就是台灣的問題 如果我們大多數人都知道 像羅先生這樣的人 然後知道 我們很多人 在我們的歷史過程裡面 有這樣的人 然後我們都去肯定這樣的人 去殉難這樣的人 尊敬這樣的人 而去批評 去侵褫 去批判 那些符合在 一種黨國知名主義主持法 不真實的東西 當作真實的 騙自己 可是他自己 卻準備落跑 或是已經落跑 我們的國家不會像這樣 我們不可能沒有建立我們的國家 我覺得我們的國民意志 我們的著名的 在台灣的旋轉的那種 所謂對台灣的國家的承認 我覺得台灣現在不是一個國家 在我們民主化的選舉以後 我們並沒有從選舉的這種 所謂量化的統計裡面 向世界宣示證明說 我們是要一個獨立的國家 我們有嗎 我們沒有嗎 我覺得我們應該從這幾個角度來 我自己作為一個詩人 跟台灣很多的詩人可能不太一樣 比如說對那個社會批評 政治批評 我自己把它當作一種 溫靡批評的角度來從事 我相信 人類的智慧 還有它的良善 是可能 朝向一個更良善美好的社會來相信 我認為人類有這種 一種性格 這個性格是所謂的魂迷信 那它一定有一種指標 可以檢驗政治、檢驗經濟 因為它是一種文化 它可以檢驗政治、檢驗經濟 所以我用這個角度來 進行我的一個社會批評 這裏面當然添到很多的政治批評 但基本上 我還是以作為一個詩人的人員的條件來作證 世界 昨天的世界視野 台灣需要的世界視野 世界是有非常長的歷史演變中 讓我們知道什麼是好的走向 世界視野有非常水平的廣闊的 其他國家的發展歷史 讓我們知道應該追尋 發展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只有我們每個人都成為一個人的主體 成為一個台灣人的主體 成為台灣的國民的主體 成為一個世界公民的主體 我們才可能把台灣帶向一個 我們日後不會再悲情 或是在失望或是在破滅裡面 去這樣一步一步走的一種情況 滿久要繞跑到山上去 這個大家好像 可是如果他繞跑到另外一個國家去 他有這種準備 我覺得他是沒有國民黨的講體制的 這種構造的性格的 他是國民黨的威權 是從裡面的一部分 他中其量只是國民黨的威權 是從者出來變成 忽然變成國民黨的領導者 我覺得他並沒有中國國民黨的 歷史的歷史 他沒有 他也沒有這種保護 我覺得他好合把國民黨 怎麼樣去處理 或是國民黨中國怎麼樣去處理 跟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問題 跟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問題 也許他追尋的歷史定位也不一定 或是我們要不類似 因為他不是國民黨的 中國國民黨的一種典型性的人 他沒有那種裡面的那種 傳統的感情的構造 他沒有 那他有機會 因緣機會 因為被入會 然後被選上主席 然後鄧總統 也許他的使命就是要來處理 把這個台灣被掛在國民黨的夾帶 他夾帶中華民共到台灣 事實上已經創造了 世界政治史上的一個特例 六十幾年 沒有像這個國家 然後他少數統治 我覺得他的使命 他的意思定位 也許是怎麼樣吧 他已經越南統治了85%的被統治者的台灣 看怎麼樣去處理 替中國處理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擔心的就是 如果他跑到山上 我們只是笑笑而已 如果他有更大的 惡質性的去處理的時候 我覺得 我們不只是優利 我們可能還要非常的 深刻的去想這樣 那今天很高興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羅謙的 他的人生的一些跟我們的對話 大家有看到 我想 我覺得 因為我相信 人類一定朝向一個理想 一個東歐很有名的學員 Virus 他已經過世 1980 諾貝爾一起這樣合作 他有一支負責的重點 他說 阿拉伯文他們的那個羅馬兵 我們當然不是這樣 我們用大學 所以功力和爭議 我們用小學學法 去給他培養過 相信 我們一定會 所以 良善一定會打敗走路 真實一定會打敗虛偽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 在我們解除建言的那個時候 東歐洲也是二代後移留的問題 二代後把那個納粹化變成破產化 可是他們40年就取得到歐洲的自由化 靠什麼呢 靠文化的力量 建立一個國家 需要文化的力量 建立一個國家 經濟的愛很重要 它是一個支援的力量 可是 最關鍵的 產生的意義 它的火花是什麼 就是文化的力量 各位 各位共同勉勉 也祝福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李明文 詩人 然後我們希望說 下次她來 跟我們開來她的詩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邀請賴宇中啊 跟 李明文詩人啊 但是呢 他們都有他們的自由意志可以拒絕 我們只是表達我們的熱誠這樣而已 這不代表他們一定會可以要來 對 不然這樣有點逼過人家 再來 今天很值得興趣 因為我們剛剛談到這個問題 其實當然我們有會遇到一些中國的問題 當然我知道很多人在面對到中國的時候 可能是依據我們被打壓啦 被排擠啦 然後讓我們沒辦法看到中國美好的那個部分 其實在某個方面是 比如說像中國人 文人有時候他們是非常強調豐富的 那剛好可能在台灣的這些 受到中國教育的人 就是沒有展現他們的豐富 這就比較可惜 然後就祝大家晚安 然後我們下個禮拜五見 然後就這樣說 然後再收到去 再收到去 一陣子 一陣子 這就有一陣子 都已經滿了 海外 一陣子 就想說 他就想說